安妞我是安哥人 我们是打假汉匠 然后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我们的 忠实的 王峰社长 是是是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记得这一阵子 常常看到大陆发射非常多东西 对因为 我今天想要跟这个社长 主要聊聊 因为我们年轻人 看我的频道也比较多 对 我想要 对这个很有兴趣 对我想要透过 长额五号 想要跟大家聊 到底台湾的实力离大陆 台湾跟大陆在航太方面 大陆的这个专业叫做航天 航太也好航天也好 台湾跟大陆不是一个级别 差很多 大陆最基本的 它就是有两弹一星 对 台湾根本没有什么两弹一星 台湾就是有飞弹是有 那我们看这个中科院 中科院在九棚基地也好 或者说是在台湾东部海岸 这个所谓的无限高 无限高好像很吓人 无限高是什么 无限高就是它可以射到 就是无限射 是无限的 我为什么说是不同一个级别 因为大陆 它研发这个两弹一星已经有好多年的这个历史 刚刚你讲到 对 刚刚韩国人讲到这个火箭军 那这个火箭军基本上就是一种太空作战 已经到一个太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了 甚至于太空军这样的一个级别了 哇 对对对 你看长额五号 对 长额五号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航天的一个探测 航天的一个探测 它跟火箭军是不同的概念跟组织 火箭军是一个武器 或者说是军队的一个概念 可是它的长额五号 它是纯粹是一个科研 那这个科研你说它可不可以运用在军事方面 当然可以运用 可是它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发展科技 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跟做法 但是台湾如果说要在这个方面要追赶上它的话 我认为必须投注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 还有人力物力 我认为台湾很难 因为毕竟人家是一个超级大国 那你说台湾要跟日本比 那可能都非常辛苦 台湾连神盾都没有 他说没有嘛 这个问题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台湾只能作为一个彻翼 不管你是要亲美国还是要亲大陆 台积电非常厉害 那台积电它厉害的地方它并不是说因为你台湾本身厉害 就是台积电它跟 比如说跟美国接轨跟西方接轨甚至于受到大陆的一些影响 那它的厉害是这个部分 并不是说因为你台湾本身的厉害 我觉得尤其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必须跳脱一个本土的一个概念 因为科技不能不能说本土化或者说是什么台湾优先 跟它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必须跳脱 必须用全球化的一个概念来看 应该是跟理性去看待这种 对对对 用科学的方式去看待 那我们看这个长额5号 我认为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大陆的一个计划已经非常清楚 就是2050年它要在月球建立一个基地 那这个基地是机械人 机械人在那边操作 运作 在那边操作的 那你说探月有什么目的 因为月球上面有很多的稀有金属 看美国或者说是苏联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为什么对于月球对于火星那么有兴趣 还是着眼于经济方面 经济的一个需求 因为有很多的稀有的金属 甚至于地球没有的一些元素 那这些太阳系的一些行星或者是卫星 都会有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金属 所以这个比较对于一个国家的 未来的发展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说为了 就是说 把人送上去 把这个中国的太空人送上 送上这个月球 长额5号可以说是电的一个基础 哇我觉得 可是有一个point 其实刚刚我听到社长讲 这个尤其长额5号 要把人送上去 而且尤其在这个世界的竞争 还有这种稀有的金属 今天最重要的各位朋友 还有年轻朋友 刚刚听到社长聊的这一席话 我其实我听到一个 最让我毛骨悚然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这个太空战 也是跟我们在地球上面的战争 也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争夺什么 争夺这一些可能稀有的东西 而且重点来了 我也想问问社长 现在太空这一些也没有什么明文的法律吧 就是说你今天就比谁先有能力 提及到那里的东西 就像这次长额5号上去 也是中国开启首次月球 采样的返回之旅 这BBC News写的新闻 所以等于就是看谁的这个科技会比较快 可以去拿到上面的资源 所以他们现在 没有一个明文的法律说 可能这个球是谁的 就比谁快吗 我想这个中国的探月计划 或者说是对于月球的研究 或者实际的这个探测 跟美国跟苏联一个最大的不同 美国它是在月球表面 我们看得到 就是地球我们看得到的月球的这一面 对 可是大陆 中国大陆它是在月球的背面 地球上的人类 在正常的状况之下 你是看不到月球的背面 可是中国大陆探月计划最了不起 美国最敢震惊的就是说 它探索的是月球的背面 那这个背面的这个 它的一个探测 就凸显了大科技 或是更上了一个台阶 这个是美国所感到非常的震惊 特朗普政府 他急于要遏制中国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大陆的这个军事科技也好 或者说是航天科技也好 不是已经望尘末期 它已经超越了美国 它在某些地方已经超越了美国 北斗卫星勒 因为前阵子不是可以取代GPS 北斗卫星 它实际上的这个运作成功 进入一个商业用途 也只不过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可是现在已经有160几个国家 在使用北斗系统 台湾现在还蒙然无知 还认为说GPS最好用 那事实上 已经有160几个国家 台湾会怎么说你知道吗 台湾会说这个会有可能会渗透 这渗透个什么吗 这渗透个什么吗 爱奇艺在台湾都讲文化渗透了 何况北斗呢 如果说北斗会渗透 难道GPS就不会渗透 这是笑话吗 对不对 这不是特朗普跟林靖党最黑的一个论述吗 对啊 而且重点来了 我们台湾年轻人因为现在 刚好社长今天在这 他们非常多人觉得自己台湾是No.1 很厉害 然后 尤其在科技上面 最近年轻人很流行 就说什么 韩国人你讲台湾经济很差 但是我们的股市都上万点了 然后你看大陆缺粮 因为最近这个绿媒很爱说大陆缺粮 然后什么银行又怎么样 然后说大陆现在产生很多危机 但是我又觉得很吊诡的是 这么缺粮这么危机之下 或者前阵子 三峡大坝都要垮掉之下 他还发射嫦娥五号 这让我觉得非常吊诡 而且嫦娥五号 在全世界来说啦 以社长你的理解啦 哪一些国家现在有这样的能力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国家 都非常有兴趣航天事业的发展 但是空有一个梦想 比如说要追一个美女 我如果是一个穷光蛋 我拿什么去追她 那同样的探月计划也好 航天计划也好 都需要钞票 都是非常烧钱的 另外除了烧钱以外 你的综合国力 还有你的科技的水平 是不是可以支撑 你空有钱也没有用啊 你看阿拉伯国家非常有钱啊 你说他可不可以探月 可以 可以探月 比如说像阿拉伯最近就委托日本 发射了发射了一个火箭 这个探索火星 那可是呢 他的配套 棒打一棒打一锤 这里一棒那里一锤 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 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说 他的探月计划 或者说是航天计划 他都是一套完整的配套 不是一个临时起义的 或者说是突发奇想 非常零散的 那所以这个配套 就是让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感到最最不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 他在甘乃迪时代 阿波罗这个太空船登陆月球 是甘乃迪所许下的一个宏愿 所规划的一个宏愿的一个目标 然后在这个1960年代的晚期去实现的 可是大陆他是从改革开放开始 一直到现在将近四十几年的时间 他完成了整个他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计划 同时包括航天计划 探月计划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配套 那大陆他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学了早期的苏联 这种计划经济 比如说十三五计划 十四五计划 就是第十三个五年计划 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他都是五年五年一个计划 从这个探月嫦娥五号 都可以看得出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之间 他的综合国力的比较 这个综合国力可能跟这个政治体制 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大陆他虽然这个四十几年的改革开放 他就立刻崛起了 关键就是跟他的政治体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可是大陆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非常拗口 或者说是非常自私化的一个讲法 可是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讲法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闲人政治 闲惠的闲 中国人说这个人非常闲能 这个闲人政治是西方的民主政治 我认为比不上 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 四十几年的时间 那台湾我认为一半的原因是受贿于大陆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没错 46% 对不对 这几个月 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政府来研究 就是说怎么样让房子比较合理 比较高到说让年轻人终身都买不起房子 那股市好不见得经济好 当然 韩国人你刚刚讲的针对 那这个问题就是凸显 我们要怎么样让台湾的经济能够产业提升 产业升级 可是政府没有做这件事 只能靠大陆的和平红利跟这个改革开放红利 这个真的很奇特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台湾年轻人全面反中 这也是我最后想要跟大家聊的 为什么刚刚社长讲到有关苏联的时候 我突然皱眉头一下 因为人家这些大国 不管中国大陆 他们都是长期下来的规划 为自己国家自己土地奠定十年二十年的计划 请问一下我们台湾现在在做什么 我完全不懂 现在的计划是要开放独美珠 请问一下过十年二十年 这个计划对我们台湾未来影响是什么 都没有一个评估嘛 我觉得我现在 因为我身为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我最难以接受的是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看着这些 每天偏薄的媒体 不管在骂在野党 不监督执政党 然后骂这个大陆 非常多做这些媒体之下 一直觉得活在自己ward 都不知道人家已经烙月球了 都不知道这个北斗卫星已经设上去了 要取代GPS了 还一直觉得自己是No.1 自己很棒 然后 你知道我就形容这股市啊 决青最近很爱拿这个来呛我 这就很像什么 你知道吗社长 就很像 我身上啊 东西都快被扒光了 我最后剩一条内裤啊 我说我还剩内裤哦 社长我还有内裤哦 就已经都已经快败光光了 然后结果自己剩下的 然后一直好像自己找自己的安慰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会想聊嫦娥 也就是刚刚社长分析 也是要告诉各位台湾的年轻人 不能再坐井观天了 今天一切的一切你要先了解大陆 如果你要把大陆当这个对手 或者是敌人 你也要知己知彼吧 百战百胜嘛 这不是我们从小学会的一个词语吗 你不了解大陆 你怎么能了解得到未来世界的趋势 因为现在世界 很白告诉各位 围绕着大陆转 这我绝对不夸张 对啊 这我相信社长应该都是非常认同 好了 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 记得帮我们按赞 然后也到我们社长的 谁与针锋的头条 谢谢 按赞 好如果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是打奖和将 好我们跟王峰社长 下次见 下次见下次见 拜拜